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的法律专栏 我是沈梅琪 奥斯卡影后的Jennifer Lawrence 以及数百位女星的厌照外泄事件 这次已经证实是由黑客入侵这些明星的手机盗取图片所导致的 所以不得让我们开始质疑美国的隐私权到底是不是荡然无存 所以今天节目的现场特别请到律师郑博人 郑律师 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谈谈美国的隐私权 因为这起案件其实不是第一宗隐私外泄的案件 而且这起案件的程度已经远远的超过过去那些案件 所以我们想知道说美国的隐私法是不是已死 当然美国有隐私权 全世界的人会跑来美国的原因是因为 困难就是高科技 技术 我们技术现在可以隐私权 我们当然社会上我们不但有高科技 可是我们当然有自由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可是隐私权现在是变得越来越小 在这15年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官司 为什么呢 是因为很多的hacker 是骇客 他特别去hack很多不同的人的电话 不同的人的电脑 他们会讲说虽然你有隐私权 你不应该把你的私人的秘密的东西 让全世界可以看到 For example 这一次Jennifer Lawrence 她是放在苹果的这个iCloud 那在iCloud的话不是你自己的 不是你自己控制的 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无形无线网路 放在网路上的 这是公开给全世界的 所以目前很多的hacker 他们是讲说 因为你是放在一个共同公用的地方 我们可以用 你没有隐私权 所以在这种情况的时候 很多的movie star 有很多的私人 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办 那这是不是代表 这次入侵这些民行手机的黑客 他们就无罪了呢 没有法律责任呢 一般我们看官司的时候 我们有三个不同的因素 第一我们要看说 原告被告人是谁 第二我们要看说 被告人有没有责任 然后第三我们要看是 民事还是刑事在控制 如果你是在问说 这次会不会有刑事罪的话 我觉得maybe maybe not 民事我觉得可能会有 因为他们特别去把 Jennifer Lawrence的照片 他们hack到iCloud去 然后把它发出去 不是就Jennifer Lawrence 有几个明星 他们讲说 我那时候我是未成年 你把我照片发出去 这是刑事的违法 可是如果您讲说 特别是Jennifer Lawrence 我没有觉得有刑事罪 我觉得会有民事的责任 那你说如果今天这些黑客 他们的argument 就是说你的照片 是放在公共的平台上 那么我去拿我就没有罪 可是问题是出在于 这些明星他们把照片 存在iCloud里面的时候 他们以为这是他自己 私人的一个data file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苹果反而就有很大的 这个民事方面的罪责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因为你最开始的时候 你是讲到隐私权 你的隐私权是在哪里 是在这里吗 是在你家里面吗 是在全网路吗 因为如果你是讲说 我把我照片放在iCloud上 iCloud有责任 那这就是表示说 这不是你的隐私权了 这是iCloud的责任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一个 很矛盾的法律 法律就是最基本的宪法 它是保护你的隐私权 可是真正的社会上的话 我们的隐私权是 范围是多少 就要从官司才知道 那个限制在哪里 那在这次的案件当中 这个Jennifer Lawrence 他们如果撇开隐私权 这个范围的话 他其他的部分 也可以告这些黑客吗 譬如说copyright 所以如果说是这个 肖向权 肖向权 copyright的话有一个困难 如果是别人拍他 他就没有这个权利 因为copyright是在拍的人 那如果是你是自己 做一个selfie 我自己拍我自己 我当然这个权利是在我自己 可是问题是 很多这个照片 是别人帮他拍的 所以copyright不是在明星那里 是在拍的人那里 那听你这样一解释的话 这次受害的明星 明星不就是 没有任何反击的武器咯 有几个案子在我公司里面 我们是怎么样子做 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们做的就是 要打电话给你的警察局 你要让警察知道 有发生的事情 我们第二件事情 我们要跟检察官去谈 因为一般的形式就是 我跟警察讲 警察做个报告 报告会到检察官 然后检察官当然会不会告 那有的警察 不是说他们懒 可是我们说他们太忙了 所以我们跟警察局 讲完了以后 我们会到检察官那里 检察官在洛杉矶 特别有cybercrime 每一个大城市 他们有cybercrime 所以我们会跟检察官讲 讲完了以后呢 我们也要去FBI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隐私权 不但有刑事跟民事 可是有州跟联邦 那FBI的话 是控制联邦的法律 如果你跟你的城市的 还是你的宪法的检察官谈的话 他们不会考虑到 这个联邦的违法的刑事案子 那第四呢 我们就会告民事 那我们告民事的时候 我们一般是用Jane Doe 在美国有一个很好 特别在加州 他们讲说 如果你有觉得 对方有违法 民事违法 可是发生的事情 是要保留秘密的 你不需要放你名字在上面 所以有很多案子是 Jane Doe 男生是叫John Doe 告某某什么人 然后我们是用民事去停止 对方的发出去的 像不同的网站 把它停留 For example 影片啊 还是照片 所以如果用这种 四个不同的方式 我们都可以把这个打完 因为如果你拖这个案子太久的话 最后如果网站一直传 人一直传 虽然你可能有一个刑事 还是一个民事的判决书 如果太慢的话 照片已经发出去了 没有办法停留 那如果说你今天在提告的同时 判决还没有下来的话 那个照片是不是也可以 先暂时的后注 不能再继续外传呢 对啊 这是一个很好奇的 在美国的话 刑事比民事还慢 这是一个很好奇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美国我们是保护 不是受害者 我们是保护被告人 那如果今天检察官 他告了别人的话 为什么会拖 因为我们要确定说 对方没有做错事 民事的话 你可以24 48个小时 虽然没有一个判决书 出来说别人有没有责任 可是你可以ex parte 做一个injunction 说法官停留 我愿意压1万块 5万块 10万块 不会让这照片出去 为了我的隐私权 然后让法官 在判断的时候 在一两年 最后有判决书的时候 在战死的时候 照片就无效了 就没了 对 所以这也是一种 保护的方法 在判决书下来之前 那另外我不知道 这个郑律师 你知道几年前 在香港有很轰动的案子 也是一个明星 叫陈冠希 他拍了一些他私密照 然后电脑拿去送修的时候 被修理的人员把这个私密照外传上去 我记得那个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些照片 都看过这些照片 但是即使经过这么多年 你在网路上还是可以看到这些照片上传 我的问题就是说 这些照片已经传得漫天飞了 可是如果说今天举个例好 我还是继续去传这些照片给我的朋友看的话 我会不会有刑事或是民事方面的责任在美国的话 如果您在讲会不会有风险 maybe1% 2%的风险 可是如果您讲说有没有罪 如果真的被告的话 那当然会有罪 因为copyright不是在您的手上 是在别人的手上 今天你传别人的照片 你当然有违法 有没有刑事违法 这我们有时候还要判断 可是民事违法确实有 所以就是说即使照片已经在internet 然后我再把它传给别人看的话 我也还是有民事方面的责责 有很多的雇主 business owner 他们有收到一个信 从Getty Images 他可能从网路上拿下来 随便拿一个照片 他说Getty Images 刚才讲说你一定要付我们五千块 一万块为了一个很小的照片 人家会说那么小的照片 大家都要用 为什么我被告 这是因为copyright是放在Getty Images那里 虽然这个照片已经放了十年 十五年 可是如果你拿别人的照片 你传别人的照片 你都有民事责任 但是这个民事责任就是在于 这个举个例好了 Getty Images 他要不要来告我 对不对 Oh yeah Absolutely 所以这里就是为什么网路上有一大堆照片 其实他的copyright是属于某一个人的 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到处乱 漫天飞 到处传 就是因为可能太多这样的案例 所以当事人就懒得告了 可是你就不要觉得说自己好运 因为有时候万一对方突然想要告你的话呢 那你来个措手不及 其实也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嘛 对不对 Yeah absolutely 美国的法庭 美国的法律是保护有copyright的人 不是保护传的人 所以这种罚款还蛮厉害的 大概会多少钱 可以到几百万 Oh really 那不是小数目 小小的一张照片 Yeah absolutely 所以可见的这个美国的隐私权 侵犯隐私权 法律行程还是相当的严格的 如果说是copyright 这是在专利 有专利商标copyright 哪一个违法的话都是罚款很重 OK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copy paste这个动作 因为这有可能 你要是违法的话 会导致你好几百万的罚款 好 我们现在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再请政律师跟我们谈谈更多 有关于隐私权的相关议题 欢迎回到天天话题的法律专栏现场 那么现场请到的嘉宾是郑博人 郑律师 郑律师我们在进广告之前谈到 就是最近这个沸沸扬扬的 Jennifer Lawrence的裸照外线案件 那么这是一个名人 所以大家特别关注 可是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相关的法律呢 在美国特别是加州 也不停的在改进 在进步当中 因为没办法 科技是日新月异 所以你的法律也要跟得上脚步 那么我们知道 其实在去年2013年 有一个新的这个法律 是有关于散发这个色情视频 或是照片的法律是不是 是啊 在加州是第二周全美国 有一个我们律师 nickname是revenge porn 报酬色情片 这是如果有两个情人在一起 然后最后他们 亲甘情愿的去拍了一个照片 还是做了一个电影 最后的话 如果你要报酬 你们分开了以后 你要报酬 你要用这个色情片 去威胁别人对方 那这就是一个刑事罪 所以这个在2013年之前 是罪名是不成立的 你可以do whatever you want well the law is you can't do whatever you want 可是it's true 因为高科技technology 是一个那么发达的 那您有讲那种法律 是一个蛮死的 是一个可以讲说 是一个很古代的这种法律 去控制一个新年代的这种 科技 科技这种问题 所以呢 因为这样子加州 他们就讲说 一定要有这种 报酬色情片的法律 是因为我们要保护 couple最后分开的话 然后用这种色情片 去威胁别人 那现在是怎么样 这个法律成立的公布了 然后之后如果说 今天哪一对情侣 没有在一起的分手了 那他们以前在一起 拍了一些私密的 这个色情的情色的视频 被另外一方公布出去的话 公布的那一方 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问题是只有一个清罪 很多人 所以这是打下屁股而已 也是可以有六个月到一年 在关在监狱里面 如果是够离谱的话 离谱是何谓离谱 定义是什么 如果没有一个真的定义 如果你看那个法律的话 你威胁别人 你就可以判六个月到一年 可是真正的有案子出来 人家被判那么久的时候 是把照片发出去给很多人 还是把他电影发出去 给很多不同的网站 是用这种的方式才有比较判的 算是比较一年到六个月这样 我知道其实在美国 要颁布一项新法 也没有那么容易 它要经过很多的程序 那为什么这个2013年会颁布 这个新的法律 是有关于色情报酬的 这个视频相关法令 是因为这个案子 像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多吗 是因为很多政治人物 他们想保护 多保护受害者 在这十年网络更发达的时候 有很多的未成年的女孩子 他们自杀了 自杀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的色情片 有公开出来给全世界 很多家长他们不是很了解 我那时候年龄轻的时候 我们当然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没有网络 我都可以记得 像我跟我的姐姐的小孩子 谈话的时候 从他最开始 他都记得有一个网络 我可以记得我们电视 像例如在台湾 我们是中午才开始 我们在美国的时候 晚上两三点钟 电视就没了 我们是一个24小时的电视 我们是一个24小时的 网络information 所以小孩子越来越年轻 就知道这种的 可以讲说不应该知道的事情 所以拍电影的话 拍摄情片变成很流行 高中学生现在三分之一的小孩子 在八年级已经有试过毒品 他们讲说75%的小孩子 到12年级的时候 都已经试过毒品 嗑药了 所以我们要面对一个事实 我们这一年代跟以前不一样了 所以很多的小孩子已经拍过了 他们没有觉得这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当然我们年龄大了 破坏名誉很重要 我唯一什么 我有我的名声 我的名字 人家听到这么多人 他们在想什么 年龄性的人没有这种的考虑 所以很多的案子人自杀了 所以加州他们就造成这法律说 我们一定要保护 多保护受害者 那如果说今天这个法律 也没有出台了 可是他的惩罚这么的轻的话 你觉得能够有起到 贺阻的作用吗 这是只有一个开始 因为当然十五年前 没有这个法律 慢慢会有案子打了 这官司慢慢出来了 然后人家会反对 人家会支持 然后从法庭出来 还有政治人物 我觉得会有更重的罪发生 因为这是一个很新的法律 很多人不知道 这是应该要重罪吗 我们一般的居民 我们会说当然是重罪 可是从政治人物的话 他们要考虑 然后你要知道说 今天一个法律通过了 也有很多反对的人 他们会讲说 No 一个人的隐私权是最重要 如果他亲恩情愿 去做一件事情 然后你最后说No 那你不是把他的隐私权 拿走了吗 所以也有人家 很好意的社会的人 还没有反对这个法律 他们觉得你做的事情 你就要负责任 这个责任不是 美国政府来控制的 这是你自己要受你自己的 惩罚跟责任 但是不是应该有年龄的分别吗 如果说你今天是 Andre Ige的话 你政府跟社会 其实是有这个责任 来保护这些小孩 如果说是under age 那是OK 那是OK的 美国政府有保护未成年的小孩子 可是很多人有讲说 你当了一个成人的时候 如果你酒驾 如果你偷了东西 你都有责任 那相关在这种情况的话 你亲吻情愿去跟一个人 拍了一个电影 你把你的裸体照片发给别人 这也是你自己的责任 这不是社会上来保护你 那如果社会上要保护你 那现在哪里呢 那你可以讲说 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十年以后往美国政府来救我吗 二十年往美国政府来救我们呢 期限是在哪里 所以很多人他们很反对这个法律 那如果说今天你拍了一些 你可能以后会后悔的照片 有什么办法可以 透过法律来把它彻底销毁掉 当然 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那时候的话 是不是被强迫做一件事情 因为目前法律 虽然有这种报酬色情片的法律 在形式里面 可是我没有觉得够保护到你 可是我问客户 我会说这个是你愿意做的吗 那如果客户说 那我是不愿意做 我被逼的 那你当然就站得住脚 你可以讲说 我那时候我是不愿意做的 虽然这不是一个协议 可是在法律里面 如果你跟对方 有一个共同的合计 去做一件事情的话 比较困难法律跟法庭来保护你 可是如果不是一个合计 你去被逼的 那当然这种法庭跟法律 他们是比较会保护你 因为你确实是一个受害者 那如果说你真的是被逼的情况之下 帮你拍照的那个ex boyfriend 是不是会判的刑责 更你家的严重 我们要看说你那时候被拍的是 未成年还是不是 如果说是未成年 你的案子是很干净的 我们已经可以讲说 检察官 法官 刑事 民事我们都可以告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成年的人 然后你这样子做的话 可以打得到 可是我还是觉得会比较困难 因为如果你是愿意去做一件事情的话 目前法律没有到一个地步说 真正可以保护到你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华人要多考虑 说他们做的事情确实还是有后果 对 特别是你说到这个民事刑事的部分 如果说今天被拍的是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的话 那么帮拍照那些人 他们最高可能面临到哪些方面的刑责呢 Oh my goodness 第一我们要看说 他被拍的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如果说他是愿意被拍的话 可以到 可以也是可以有一个清罪 可能性是比较小 现在的话 you have to be a sex offender and it's California registration 你要去报名 这是最恐怖的 你被关在监狱里面 一年五年十年 it's not that bad 是出来以后 你要去报 你要去register as a sex offender and you register as a sex offender 你一辈子的话 每一个人上网络 他们都可以看 然后sex offender有很多 我住在Arcadia 我们sex offender的话有 我上一次看好像有21个 Arcadia这么好的区域这样 那我想知道 如果是未成年的男孩 帮未成年的女孩拍裸照 然后散发在internet的话 那这个男生是未成年 他也会得到很严重的刑罚吗 在美国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未成年在美国的话 没有他们的逻辑 跟他们的想法 美国政府没有觉得说 他们到一个地步 说他们可以做一个成年的决定 可是如果他做得很离谱的话 每一周有 他们有权利说 可以把他告成一个成年的小孩子 OK 可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现场的观众 如果听到你的小孩子 是未成年 他们在这个法律隐私权上面 不是很清楚的话 即使是未成年 您也一定要特别知道 你的孩子在拍哪些照片 在散发哪些照片 因为即使有 这个未成年的小孩的 这个法律方面会比较宽松 你还是 他还是毕竟还是跟法律签审上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做家长 真的还是得格外的小心 这一年代的家长是十分困难 十分困难 非常困难 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在做这期节目之前 我记得大概数年前吧 60分钟 60分钟 这个News Magazine的节目 他曾经做了一个 关于英国的安全的议题 那么他们就访问一些专家 一些专家就说 你们去制定法律没关系 但是我告诉你 技术一直赢 对 非常难 很多我见到的家长 特别来过公司 他们都哭了 他们说我小孩子 怎么会做这种的事情 我跟他们讲说 你小孩子不是不好 他们还是乖的 他们就是不知道后果是什么 对 所以希望透过郑律师呢 跟我们的分析讲解 让我们更清楚的 这个美国所谓的隐私权 以及这个新的法律 色情的 报酬色情片的这个新的法律 大家真的不要执法犯法 然后即使你犯了法 你说你不知道这个法律 也不会是一个很正确的argument Oh no it's never good OK 好 谢谢郑律师 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礼拜再见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 凤凰卫视